Hello 大家好 刚刚参加完领克07 EMP的上市发布会 之前这款车发布的一个预售是18万到21万这样的一个区间 这次的正式售价比预售要低了不少 一般都是低 但是没想到低这么多 最低配的起售是16万9千8 也就是17万 但是顶配呢18万9千8 不到19万 所以真的这点是没有想到 首先要说这台车的一个市场定位 那中国品牌呢 我们知道在SUV领域占据了半皮江山 有个非常全面的车型 但其实在B级车这个领域 布局还是比较少的 你像20万以内 中国品牌的B级车选择其实并不多 真正的这个大头 大量的市场份额 还是被合资车型 传统的那些B级车所占领 那和那些车相比呢 领克07 EMP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年轻化 那年轻化其实是一个大的趋势 这今年换代的麦腾也好 还是之前刚刚换代的全新的凯薇也好 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有年轻化的转变 但是那些车有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它不可能大多扩斧的去年轻化 因为它在中国市场卖了那么多年 它有很多拥顿 很多传统的成熟的用户 它不可能说把那部分传统群体全部抛弃掉 所以他们的年轻是收着的 那领克就不一样了 本身就是一个很年轻的品牌 然后很潮的一个品牌 又是第一次去做这个B级车 所以他们可以完全的放开手脚 彻底的打造一台属于年轻人的B级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的设计是非常的年轻 加速化的设计 领克的加速化设计本来就比较年轻 再加上这台车全系标配了这个壮色的车身 无边框的车门 四个车门全是无边框 然后隐藏式的门把手 所以整体的这种视觉效果是非常年轻 非常运动的 那尺寸方面呢 它相较于那些合资主流的选手来说呢 它其实要小一点 它车身长度更短 但是这不重要 年轻就够了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呢 我认为领克07EMP 它其实跟那些传统的车型 并不会形成一个太正面的竞争 它会争取更多的年轻的消费者 去选择一台B级车 它会把B级车这个新闻市场去做大 那具体的产品层面呢 这台车也是非常多的亮点呢 各种配置也都是拉满 制动坐舱呢 搭载的是这个Flyme Auto 然后配备了两颗国产的龙鹰一号 一颗7纳米的车柜机型面 它用了两颗 所以算力是会非常猛的 两颗加起来肯定比8.55强 并且呢车内的这个智能生态 做得也非常的棒 据说呢 支持很多屏幕的互联 除了有超大尺寸的HUD 全景仪表 全布置的中国屏幕之外 它还第二排给你配备了这个 它们叫Kooppad 第二排也有影音系统 并且车内的这些屏幕 包括跟你的手机 是全部可以联动的 支持很多国产品门的手机 并且呢 这次发布会还释放了一个主要的点 就是他们也不会拒绝苹果用户 CarPlay的认证呢 正在进行中 未来肯定会上的 所以领克也带来一种 非常开放脱容的一个生态 那还有一点就是 这台车的一个动力的信息 全系搭载的是 这个插件式混合动力系统 它们自己叫超级增程 其实是一套插件混动 全系规格都是一样的 这套混动系统呢 是用一台1.5T的四缸 厄轮增压这个混动专用发动机 和两台电动机组成 那两台电动机的位置呢 是P1和P3 配备的电池呢 容量是18.99度 然后是一个磷酸铁理 可以给这台车提供 在CRTC供光下 提供一个126公里的 纯电动续航能力 那整套系统的综合功率呢 是280千瓦 然后可以给这台车 带来全系 6.5秒破百的一个加速能力 在20万以内 B级车这个领域 这个成绩还是算不错的 然后呢 它有一个很低的亏电油耗 那让这台车 它有一个60升的油箱 所以它的综合续航里程 是可以轻松达到 1000公里以上的 满油满电状态下 当市区当纯电动开 上海班代步 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另外呢 它现在也公布了 很多这种预售权益 对这台车有意向的用户呢 其实上市之初去订购 是最合适的一个时机